诶 新来的总裁好像是你的校园 啊 您认识吗 李总 下午三点有一个上零的会议 嗯 不 不认识 再次见到闺蜜 她已经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李总 你好 我们是一个学校的 我是你一季节的学妹 嗯 这次小组作业还是你写 我来负责演讲啊 每次都是你亲演讲 我都不好意思了 哎呀 没关系 谁教你属于军师呢 没有你 我怎么学人讲了 好 这些对外的事情都教不我 嗯 李莉 你说我们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要努力当上大老板 然后你来当我们秘书 买个大大的房子我们一起住 那你可要自己打扫了什么 你来来来 你来帮帮我吗 李莉真的当了大老板 可是我 金安 这个客户你去对接吧 金理 我不行的 别担心 我都听你打听好了 这个客户居然喝点酒 而且喜欢喝浓祥型的白酒 喜欢醇厚丰满 清烈干爽的口感 加油 啊 啊 要自己去见客户怎么办呀 要是 哎呀 算了 如果是 签安加油 你可以的 哎 快后 哎 就不敢 啊 要是米粒在就好了 超级 人家 正在生活上都是很认真的人了 谈一下你们这次方案吧 米总的口才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啊 您手下做的这份方案 我也满意 不愧是能给我调好五聊村的人了 黄总 我这就给您准备一箱送过去 合作愉快 米总对不起 我差点弄丢了客户 你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 你可是我的军事 这次我们又赢了 我来公司都这么久了 你都不来找我 我早的时候起来不客气 走吧 我带你去逛街